吃點兒什麼好呢 這可都是百年難得一月的情緣 又見面了 旅行者 執此海登佳節 能與你這般繁忙的旅人相逢於離岳港 實在難得 如你所見 閒遊市井 聽聽街頭巷尾的人聲鳥鳴 近日往生堂比較清閒 沒有需要我操心的事 堂主有時會外出訪友 我便也外出走走 按慣例 先來此處點一壺茶 聽一段書 遇上節慶日 說書人都會備好與之相符的新選段 大都是些傳說改編或者野史新說 雖然事實難考 但足夠熱鬧 卻是節日首選 看來你也漸漸熟悉這裡的說書人了 歲月如梭啊 人會變 傳統也會變 海登佳亦是如此 古時候 離岳戰亂多發 人們為了讓在外遠征的戰士認清回家的路 會在夜裡點起明亮的燈 如今時局安穩 放消燈這壹習俗 也漸漸轉為了紀念儀式 對離岳人而言 燈火傳承 意味著陰魂不滅 這些不被時間撼動的事物 便是離岳的根 旅行者 希望你也能與離岳人 一起歡渡海登街 安排二字並不適合我 我是個閒人 行走隨心 想去哪裡都是可以的 不過你這麼一說 確實 也該趁著節日四處走走了 今天在三晚不過港喝茶 明天不如到附近別的舖子轉轉 以閒人之身見證皆實繁榮 也是件樂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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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